好,除了阳光,跟着一样,因为阳光,因为阳光直射的位置会不同,因此会造成一个结果,就是你在他看到的太阳轨迹会不同,像这样,他会越不同。 这个就是某个地方他所看到的太阳的轨迹土,有一些事情我待会再跟你说,第一件事,这个人在夏至的时候,阳光直直的射下。 阳光的时候直下,请问你,什么地方夏至的时候阳光直射,23.5度很好,那不算错,但是如果讲点有学问,那是在哪边?北回归线。 这边有个情况叫做,春分的天顶角会等于尾部。 什么叫做天顶角? 什么叫天顶角? 我的头上的这一点,我头上的这一点,叫做天顶。 这个叫做春分的太阳。 这个角度叫做春分天顶角,听懂吗? 春分天顶角,这个春分天顶角会等于尾部。 你从我刚才跟你画的那个图,你就会知道,那个春分天顶角是等于尾部。 春分天顶角是等于尾部。 这句话,南北半球都能用。 南半球还是北半球,通通都可以用。春分天顶角都等于尾部。 然后,不一样的地方在于,北半球是偏南,南半球偏北。 因为,赤道是在北半球的南方,春分是阳光直射赤道。 所以北半球是偏南,南半球是偏北。 学测前两年考了一题,那题也很有趣。 另一样,考试出来的时候,记者去访问一些,我要男子,我要女子。 学在搞文化,学在经常说, 啊,那个地球倒着画。 我都看完了,我就听不懂,地球是个圆的。 我们倒着画。 后来才知道说,这个考法,我们平常考试的时候,画刚才那个图。 我们平常,我们平常考试画这个,我们平常考试画这个图的时候, 右边是北边嘛,左边是南边。 当都这样考,可是他倒过来。 那一题啊,左边是北边,右边是南边。 反过来,跟平常画不一样。 所以那个大哥就跟记者说,地球倒着画。 好,那一题其实解题很简单。 那一题要解题很简单。 因为你只要看出来它是南半球,答案就出来了。 其他都不用晓得。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南半球? 因为它挺挺脚偏北。 听懂吗? 它挺挺脚偏北。 它村分挺挺挺脚偏北。 其他周都一样。 所以,这件事要记住。 春分挺挺脚会等于尾度。 这句话,南北半球都能用。 好,再回来。 重点。 太阳升起的位置。 这题,去年的学生在考试。 就是你今年刚毕业的时候,他考了复习考试的时候, 很多题都跟我现在要讲的越是有关的。 太阳升起的位置,全世界都一样。 全世界都一样。 直射次大,正东升起,正西落下。 看春分秋分,正东升起,正西落下。 阳光直射北半球,东偏北升起,西偏北落下,下至最北。 阳光直射南半球,东偏南升起,西偏南落下,东至最南。 好,阳光升起,正东升起,正西落下。 好,阳光升起,正西落下。 好,阳光升起,正西偏北半球,东偏北升起,西偏北落下。 直射南半球,东偏南升起,西偏南落下。 好,阳光升起,落下的位置都一样。 那请问你哪里不一样? 升起来之后,歪的不一样。 歪的不一样。 北半球往南边歪,南半球往北边歪。 歪多少?歪春分天明桥等于鬼迹。 歪春分天明桥等于鬼迹。 所以如果,如果我要画北纬三十度的太阳轨迹, 那么要怎么做? 这边有几度? 三十度。 如果我要画北纬五十度的话,这边要画几度? 这边就要五十度,听懂吗? OK,分分天明桥。 所以再说一次。 阳光升起,落下的位置,全世界都一样。 直射赤道,正东升起,正西落下。 直射北半球,东偏北升起,西偏北落下。 直射南半球,东偏南升起,西偏南落下。 哪里不一样? 升起来之后,歪的不一样。 北半球往南边歪,南半球往北边歪。 歪多少?歪春分天明桥等于鬼迹。 只要考试题目是考,某某地方,某某时候,太阳正午的阳角几度。 你都要用到那句话,春分平平角等于尾度。 举例,台北,尾度二十五度。 请问你,下至台北,你可以考中字。 下至台北,正午阳角几度。 怎么办? 台北,尾度二十五度。 春分天明桥几度? 二十五度。 可以吗?有问题吗? 没有,这叫春分。 下至呢? 下至就往北二十三点五。 东至呢? 东至就往南二十三点五。 现在这里位在哪里? 不是下至对不对? 在这里。 这几度? 二十三点五度。 那什么叫阳角? 水平,抬头叫阳角。 那阳角几度? 方法一,这个几度? 这个几度? 六十五度。 再去加多少? 二十三点五。 叫做八十八点五。 方法二,这里几度? 二十五减二十三点五。 还差一点五度。 所以九十减一点五叫做八十八点五。 都可以,随便。 好,就这样做。 我可以考很多不同地方啦。 我也可以考南北,还考什么。 我可以考很多不同地方。 但基本上,只要是,只要题目是问,只要题目是问,某某地方。 比如说台南。 某某时候,比如说冬至。 太阳正午阳角几度。 你就要用到一件事什么事? 春奔天天脚等于尾部。 春奔天天脚等于尾部。 就要用到春奔天天脚等于尾部。 OK吗? 好。 好。